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總統和很多共和黨人 今天都在Twitter上瘋傳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其實就是節錄自一場演講的片段 主港人就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中共對外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澤東升 主港的日期就是今年11月28日 即是在大選之後舉行 這一條的影片有什麼值得大家來瘋傳 其實就是這位主港人澤東升副院長 在他的演講過程當中 多次爆響 揭露了很多秘聞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位澤東升副院長在演講之初 拋出了一條設問 給觀眾去思考 他就說 為什麼中國政府是搞不定特朗普政府呢 為什麼在以前 即是1992年 到2016年期間 中美之間的各種問題 都是能夠搞得定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什麼危機都好 無論是銀河號事件 還是炸大使館 即是南斯拉夫大使館 還是撞了飛機 即是中美戰機的碰撞事件 所有的事情 都是床頭打架 床尾和 兩個月之內 一定能搞得定 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們上邊有人 我們在美國的權勢核心圈 有我們的老朋友 他這裡所說的老朋友 就是在說華爾街 這裡就已經爆了響口 證明了 大陸政府和華爾街之間 有著相當緊密的聯繫 到了後來 這位澤東升副院長又說到 其實在過去的30年 過去的40年 我們在美國 利用他的權勢核心 華爾街在1970年代開始 對美國的內政和外交 有著非常強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就有路徑依賴 但問題就是 在16年之後 華爾街搞不定特朗普 為什麼呢 很尷尬 特朗普以前對華爾街 有過一次軟性的違約 在中美貿易戰的過程當中 華爾街試圖幫忙 據我所知 美方的朋友都跟我說 華爾街是有試圖幫忙的 但力有不遞 這就是澤東升副院長 描繪了大陸政府和華爾街之間的關係 其實他這段的爆響口 有幾個重點可以反映出來 第一 原來在過去三四十年 華爾街就一直充當著大陸政府的盲工竹 幫大陸政府去了解和探索美國的政界 最後還反過來 通過華爾街 來影響美國的政治 第二 這場演講的內容 再次證實得到 特朗普是完全不受華爾街 或者是其他幕後利益集團的操控 或者擺佈 也沒有跟華爾街進行任何的勾結 所以華爾街才搞特朗普 其實很容易理解 特朗普在就任總統前 他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富甲一方的商人 就算他做了總統也好 他只不過是象徵式出一元人工 所以 如果特朗普是貪錢的話 他就應該專注於經營他那盤生意 就不應該做美國總統 因為在這幾年間 其實特朗普的身家是縮了水 證明得到特朗普 就不會受到金錢的引誘 就不會跟某些人 就是視財如命的 第三 原來在中美貿易戰的過程當中 華爾街曾經擔任大陸政府的稅客 嘗試來搞定特朗普 只不過特朗普就完全是不為所動 而且還向大陸重錘出擊 可以反映得到 特朗普一直以來都是堅持著 他那個美國優先的政策 這個就是他在第一次選總統的時候所提倡的口號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即是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 所以特朗普一直都有堅持著他自己的信念 而且在人民利益和財團利益之間 特朗普想都不用想就已經作出了一個抉擇 他就是選擇站在人民利益那邊 是不為那些利益集團華爾街所動 這件事當然是非常崇高才能做得到 稍微有少少探錢 都可能 在華爾街說服的期間 就已經跪下了 第四 就是華爾街和幕後利益集團 在這四年期間 完全沒有辦法 影響得到特朗普的施政方針 於是乎就可以理解得到 為何他們要夾手夾腳地弄走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不肯做他們的傀儡 不肯受他們的擺佈 同時也解釋得到 為何那些主流媒體和科技巨企 會一面倒地偏袒拜登 壓住在拜登身上 而且就會 這樣來抹黑特朗普 因為他們背後的金主就是想弄走特朗普 在他們想弄走特朗普的同時 當然就是要扶植一個 容易擺佈和弱勢的傀儡上台 這個正正就是拜登 這個澤東星副院長在演講當中 其實還提到一件事 他說 現在我們看到拜登上台 傳統的精英 政治精英 建制派 他們和華爾街的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大家看到 拜登的兒子被特朗普拿出來說 說他在全球有什麼基金公司 發現了沒有 誰幫他建立這些基金公司 明白了沒有 這裏面也有賣賣 這位澤東星副院長 說到口中留半句 給了觀眾思考的空間 究竟是誰幫亨特建立這些基金公司 他當然沒有說明 但是這個是否暗示著 大陸的手影在裏面 不然他拿出來說什麼 對不對 好了 澤東星副院長還說到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以一個恰當的方式 表達一個善意 當然這個善意就是 要向拜登表達 其實在早兩天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海 曾經公開說過 說只要拜登願意的話 是可以隨時開回 美國駐成都的領事館 這個算不算公然向拜登釋放善意呢 從這場演講的子女行間 其實都會發現得到 大陸政府和拜登 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默契 現在就搞到華爾街 拜登和大陸政府 好像變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 而拜登的上任 正正就是這一班幕後利益集團的共同願望 因為拜登容易受到操控 拜登也對於錢 會有所渴求 至少來說 他會比起特朗普對於錢的渴求 是厲害的 因為拜登本身又不是經營什麼生意的 他本身不是一個富商 他如果不是做政治的話 根本上就不能夠賺得到那麼多錢 以他本身的能力 好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拜登救了弱勢 可以任由幕後的勢力來操縱和擺佈 當然 這次 那班幕後的利益集團都聰明 不單止是想捧拜登上位那麼簡單 在他下面還弄了一個賀錦麗出來做士啤 萬一拜登有什麼不聽話 或者健康出現了什麼狀況 還有一個賀錦麗來頂上 這個賀錦麗 對於幕後的利益集團的忠誠度更加高 因為他老公本身就是 做大陸生意的 所以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選後爭議當中 特朗普面對的真正對手 根本上就不是台面的那位拜登 拜登只不過是一個現代版的普遺 他是扯線公仔 特朗普要面對的 其實就是拜登後面的 利益集團 那些財團 華爾街等等 所以特朗普面對的挑戰是非常艱鉅 而且是任重道遠 然後又說特朗普總統的一些宣佈 他跟記者說 說很多的訴訟案件已經提出了 現在他可以找到可以採取的措施 在接下來這幾天的當中 大家就會看到很多大事發生 當然他沒有提出 究竟有些什麼大事發生 究竟會出現什麼狀況 我們就知道 現在香港時間是12月9日 美國時間是12月8日 其實這個12月8日本身 就是要產生選舉人的那條安全線 萬一某些的州在這一天 仍然是有法律訴訟 仍然是使得最終的選舉結果 懸而未決的時候 那個選舉人 似乎就是產生不及 所以這一天就很重要 究竟50個州有多少個州 是產生不到這個選舉人 或者到後來就會罵雙包 就是那些州議會 會收回那個選舉人的任命權 而那個州長自己又提名一堆的選舉人出來 明天就是揭曉了 除此之外 密歇根州的一位法官 在12月6日的時候 批給了一個命令 就說准許特朗普法律團隊的人員 對於Dominion 22台的投票機 進行科學鑑證的程序 在明天的搜證程序就應該結束了 到時大家就可以看看 到底 那些鑑證人員是可以在這22台的機器當中 檢驗到什麼的破綻 這當然就是拭目以待 好了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